好 慢慢的到右邊 好 轉一下去先 好 這一個第二排的攝影機 狀態很滿耶 從不到尾就 嗨到這邊 現在體力方面 對 其實你說hyper 三個小時你就必須要維持 因為其實 這個秀 這個秀是真的是一個 不容易唱的一個秀 對 因為 隨隨便便就 基本上就是快要三個小時 那當然台北 肯定會比較長嘛 因為我們可能沒有 這個演出的這個時常的限制 對 所以 然後當然我覺得回到台北 應該也希望可以給大家 多一些歌曲啊等等的 其實我們真的很滿這個秀 因為我換衣服的時間 基本上很少 我只有兩個換衣服的破口 然後 今天我們唱了三十首歌吧 有三十首 對 所以幾乎 就已經超過三個小時 而且我們沒有dancer 沒有嘉賓 所以其實滿累的 真的滿累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說是要維持 可是也要控制好自己的那一個狀態 就有點像個運動員 可能你今天來要有好幾個項目的比賽 可是你要想說這個第一項我可能不能給太多 可是我在這邊 我要偷偷休息一下 這邊可能我就要衝了 就是 所謂的英文就是 you have to pace yourself 你的那個自己的那個配數很重要 對 所以我把它形容成一個馬拉松 是一個 真的是個馬拉松的一個演唱會 對 如果接著再唱還可以再唱兩個場 我 我有唱過三場 對 就是在南京跟北京唱了三場 對 那唱完了之後 我們的主辦方就問我說 你還不要再加 我說不要 三場可以了 對對對 我們不需要證明什麼 對 但三場真的是很累 但是我覺得 也算是自己的一個挑戰吧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 其實也沒有什麼要去證明的 就是很多人可能說 可能到了什麼某一個年紀啊 想要去證明 我說沒有 其實我覺得就是那麼多 歌想要唱 然後你多加一首別的歌 你就要抽掉一首歌 因為你就是三個小時 其實三十首歌是超過三小時啦 但是我覺得 演唱會也不是時常 也不是在比時常嘛 其實是質量啦 就是大家覺得好看好聽 離開的時候覺得說 舒服 嗯 剛剛有提到明年 對明年 要在境外 對明年我們 今年其實 真的是拖大家的福 然後這麼多的 一些老的歌迷 加上一些新的歌迷 真的給我非常多的支持跟能量 對然後我們明年我們會繼續 Soul Power 2 但是我們會 呃 開始就會是在戶外 對所以戶外 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可能 天氣因素啦 然後可能你的體力啦 其實可能真的是要再更上一層 對 有沒有機會挑戰大巨蛋 大巨蛋我們就先讓杰倫去挑戰一下 哈哈哈哈 杰倫加油 屋外是哪 屋外是事運啊 屋外是事運這種大的 呃 其實 這個 實際的場地 基本上可能要問一下我們的主辦 但基本上應該都是兩萬起跳吧 對 對都是兩萬起跳 兩萬 對 所以我覺得當你到了兩萬 你其實到了三萬四萬就已經是差不多了 因為你的舞台也不可能說四萬你就達到四萬人的地嘛 不可能 但是它確實是會很消耗體力 所以我覺得今天晚上這個舞台很特別的是我們 我們這個整個的巡迴我們沒有這樣子過的舞台 嗯 在目前可能在內地的一些城市 我們都沒有這樣搭過 所以這一次的在台北這個舞台 我覺得對我來講算是一個暖身吧 嗯 讓我習慣說 哇如果有一個這個延伸台 然後後面還會有一個這個所謂的這個衛星台 一個C台 其實是真的嗯 很好的一個一個一個訓練 對 那是不是有差點來不及回到這個舞台 嗯 走出去的時候那個 其實也沒有啦 其實那個就是 其實我們我們還蠻隨性的 就是 呃 導演可能會大概給我一些點啦 可是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其實昨天跟今天這樣子跑這個這個舞台 這麼長 其實我跑完了我發現說 欸 我還沒有太喘 還是可以繼續唱 我覺得欸 其實很開心 很開心 對 可是連續老婆跟老婆都有到現場支持 是的 昨天晚上首場唱完之後老婆有沒有幫你鼓勵啊 好像沒有特別的 我覺得好像就是很這個造場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對 可是我覺得也很好 我覺得其實 嗯 我本來其實 這個 在 還沒有 就是這個 甚至於在彩排的時候 我都覺得啊 就平常心 你知道 不要讓給自己太多壓力 可是我覺得其實 第一天晚上 當我 從 這個 升降 上來了之後 然後開始跟觀眾互動 然後開始去感受 你就發現 嗯 確實是 有一些氛圍是不一樣的 對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其實是 不管你到什麼城市 你到什麼地方 其實你每一個地方都會有一些 可能是你預期不到的東西 可能你會覺得 欸 這個城市應該是很熱情吧 欸 就發現沒有 很冷 結果你發現 對 而且你發現欸 可能啊 台北應該會怎麼樣 結果欸 所以其實 嗯 我覺得你自己的心情 必須要是控制的很好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唱望春風 會讓我其實 就是會有很多的一些畫面吧 就是我 第一張專輯 發的第一首歌 然後台語歌 大家說 哇 這什麼歌啊 這怎麼把望春風 望春風搞成這個樣子 對啊 而且那個時候其實我還記得我們在 中南部還有辦一些簽售會啊 什麼的啊 你就看到一些 一些老人家說 喔 這什麼事情啊 這唱什麼東西啊 這是 你知道嗎 大家 所以我覺得唱這個歌 然後又回到台灣來唱 我覺得這個感覺很特別 其實我們在廈門跟在泉州的時候 因為那邊也是說閩南話 其實那邊唱的時候也是非常有共鳴 其實我發現你到了很多其他 不是說閩南話的地方 大家都還喜歡這個歌 所以這個告訴你一件事情就是音樂其實它是沒有語言的 它其實真的就是超越所謂的這個語言 任何的這個所謂的這些所有的東西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總是會喜歡 比如說英文歌啊 會喜歡 比如說拉丁歌 我們會喜歡韓文歌 我們會喜歡日文歌等等 德文歌等等 就是這個道理啊 你剛剛還像說那個新專輯的程度說 今年就會有 是說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就會有 我十月三十一就是最後一天嘛 對 我怎麼樣都得要趕得上三十一號前 對 所以其實現在台北結束了 我們還有合肥還有廣州 廣州算是我今年的Soul Power的這個收官 所以在這個中間都在錄音 都在編曲 都在混音 對 所以非常非常的這個 滿緊張的啦 但是一切都在掌控中 目前進度大概完成了嗎 新專輯 這個專輯其實是一個滿大的一張專輯的 大的一張專輯的意思就是 它不是就是剛剛好十首歌 大家認知的專輯就是啊 就十首歌嘛 這個專輯應該是有十幾首歌 所以滿多的 對 對 所以滿久的 那當然也希望大家 不會失望 希望帶給大家一些驚喜 然後讓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我在音樂上面還是有我的堅持 跟我的認真吧 對 Amy哥 昨天 昨天有就是有歌迷 就是想說 你說Amy開頭那首歌就是你會唱 是以後真的有唱的嗎 很好的問題 很好的問題 其實 因為 其實 真的 我也有真的很多歌是沒有唱的 對 其實我今天還本來有一首歌是 在唱望春夢之前本來想唱的 結果我也沒唱 其實是我自己忘掉了 是Angeline 這個歌其實也有很多的歌迷喜歡 對 那 那 這個 昨天唱了這個 似曾相識 對 所以 我覺得 有很多的考量啦 當然我 我之前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我也有唱melody 我也不是說每一個地方都有唱melody 所以 我覺得 今天唱愛我還是他 昨天唱了似曾相識 我覺得 也滿酷的啊 有一些新的歌 就是可能之前沒有唱過的歌 我覺得也挺好的 講到歌迷你好像有覺得歌迷都很含蓄 你知道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我需要去消化一下 但是我覺得其中的一個原因 其實 你知道嗎 真的是老中青 有部分我的歌迷 確實就是從那個年代 可能就是 已經 40 40歲 所以他們可能會 我覺得台灣人其實還是 有時候也有部分是含蓄 他就啊站起來了 可能擋到後面的人 對 所以 雖然沒有人真的 讓他們真的要強制要坐下來 或怎麼樣 但是 我覺得其實當 你跟他們講說 Come on get up 起來 其實他們還是會起來的啦 其實我覺得還是會嗨的啦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也挺好 我覺得 我覺得感覺其實滿好的 對 就 你全程都讚 其實也會覺得好像有點壓力 說不好意思你可以坐下來了 不用一直讚 我真的是情歌 沒關係 對 特別跟你有說那個 戒指是被偷走 不是啦 有時戒指是飛出去了 喔 是結婚戒指 不是 我怕 我怕是一個那麼重要的戒指 對 有找回來的 那個戒指呢 其實本來是 一開始 群演開始的時候 我會戴在 戴在右手邊的 這個無名指 可是呢 其實呢那個時候 可能彈吉他的時候 就可能哇想做個很帥的動作 一出去砰就飛出去了 結果真的有個好心人士 把它撿到了 然後還寄還給我們 結果呢 最有趣的是 這個就有點像是這個 這個童話故事 要把戒指戴上 看戴不戴得下 如果不是真的 或者是它這個不是我的size的 對不對 結果一戴 欸 就是我的戒指 你不怕還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 什麼東西 你說什麼 你在講那個 我是要那個 那個那種 金手的音樂要來嗎 你的想像力很好喔 沒有啦 那就是我的戒指啦 那個戒指還有賺 而且不是貴重 是因為它蠻有意義的 因為是 有一次我們去 這個特別的 就是反正就是 就是 一個特別的戒指啦 反正就是 我覺得就是 也告訴我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世界上面 還是有很多的 好心人士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我非常感動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好不好 因為 後面還有很多人在等他 對對對 我們趕快出來訪問 感覺到沒問題了 OK 謝謝 剛剛麥克風消音有一點 會緊張嗎 哪一個 就是剛剛 麥克風沒聲音 對啊 那個沒有聲音 那個沒有聲音 我在想說到底是 怎麼了 可是我覺得這就是 這就是Live Performance 這就是現場 對 現場我覺得 最好看的現場 都不是在所有東西都是完美 而且就是一些缺陷美 就是欸 這邊有一點錯了 或這邊 那你怎麼把它救回來 或是說 你怎麼樣去應對 然後你怎麼樣去 再把這個東西 欸 控制那個整個的一個狀況 所以今天一樣 是有點小小的那個失誤啦 對啊 然後我自己也調皮 就是已經唱好了那個音 然後我又再ㄍ上去一個高音 然後就 結果因為我哥們就說調皮喔 我就說對啊 沒辦法 對啊 所以 可是我覺得這就是現場演唱會啦 就每一場都不太一樣 然後可以給大家一個 就是當下的一個感覺 對 這是回到台北開唱兩場 有沒有讓何止覺得說 哇 爸媽真的在台灣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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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非常壓力 我兒子拿那個螢光棒在下面 絕地戰士啊 噓噓噓噓噓噓這樣子 對 沒有啦 我覺得我兒子因為真的還小 他還五歲半 對啊 他個子很高 但其實他還是 他還是 心智還是就是 就是小朋友 我覺得他 他可以感受的 他可以感受到一些能量 我覺得那個東西是很特別的 對 所以 我覺得其實 這次的Soul Power 大家也都看了嘛 對不對 就是沒有什麼華麗的衣服 沒有太華麗的一些串場 也沒有舞者 我覺得就是回到音樂啦 對 然後也希望 希望台灣的朋友 聽華語音樂的朋友 全世界的朋友 就是還可以 有一場演唱會 就是純粹就是音樂 所以我覺得Soul Power 也就是我們大家 整個團隊的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可以做到這一點 也不可以 9-5-5-5 呆